台新金 新光金宣布合併成臺灣新光金控 半路又殺出中信金 也將公開收購新光金 為金融圈投下震撼彈 身為國內金控大哥大 國泰警法說會難免被問到這一題 畢竟攤開金控總資產來看 國泰金目前十三點三兆元 富邦金緊追在後 第三名中信金八點五兆元 新光金如果跟臺信金合併後 將突破八點三兆元 成為國內第四大金控 金金並影響層面大 這連流通卡數也將大風吹 目前國泰釋華 流通卡數超過七百三十四萬張 臺信約六百五十一萬張 新光也有一百零七萬多張 加起來將超越國泰的流通卡數 李長根話說的直白 但也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攤開二零二三年各受險公司 新契約保費收入 國泰以一千三百二十八億多元 穩居龍頭 新光臺信加起來五百多億元 至於證券商成交額市佔率 台信新光加起來超越國泰證券 比較大的影響應該還是在受險業務 這塊 它就是一個累計資產很快的一個產業 所以如果說台信可以跟新光 金合併的話 它的整個總資產這邊會增加的非常快 新興編引說了二十多年 終於有點眉目 但依舊存在變數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可能牽動 國內金控業各大業務 試占版圖 三地新聞 張庭祥 立庭台北報導 影響 馬上 谢谢大家